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3月1日是美中90天休任谈判的大限 也同样是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是不是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最后期限 最近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老爹任正非 突然间摘下了友好的面具 依改她往日低调的态度 抬高了调门指责美国 对孟晚舟的指控有政治动机 并且她还表示西方不亮东方亮 她说华为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开拓市场 我们看到与此同时 美国的一些盟友还似乎真的在准备 放松对华为的限制 一切都显得这么十分诡异 梳理美国盟友的变化 我们不难从中看到 一些中共施压和报复的影子 所以有分析认为 任正非的变化 是中共党员这种时硬时软的特质 它也反映着幕后的真正老板 中共惯常的争斗手法 其实我们知道 从这个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 美中之间就在若隐若现地 进行着各种角力 如果把贸易战谈判 看作是美中之间台面上的角力 是一条主线的话 那么台面下的角力 就是一条腹线 眼下最明显的就是 华为和她的首席财务官 孟晚舟事件 自从去年12月1号开始 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 引渡抓捕了孟晚舟之后 我们最初看到的这个任正非 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态度反应 表现得很低调 即使在上个月 他邀请了几家国际媒体 采访他的时候 也只是在否认间谍的指控 并且说想念女儿 还赞赏美国总统川普伟大 可是就在四天前 任正非又一次接受了 BBC的独家专访 口气是出现了大变 说世界离不开华为 美国也不可能扼杀掉华为 并且说美国对孟晚舟的拘捕行动 带有政治动机 任正非还特别提到了英国 说还会继续在英国投资 他说美国不信任我们 我们就更大规模的 转到英国来投资 他强调对英国还是信任的 任正非对英国表示信任 与英国的态度出现转弯 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看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英国已经从当初的担忧风险 变成了现在的风险可控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公开表示 他们认为华为技术 对英国带来的风险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8日金融时报报道中表示 英国政府的结论是 能够缓解在5G网络中 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 随后呢 曾经指出华为有安全风险 并且敦促英国首相尽快决定 是不是禁用华为的杨戈尔 他也改口了 这位军情六处的处长暗示说 英国可能会采取比美国温和的态度 对待华为 不觉得奇怪吗 那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恐怕目前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 不过纸里包不住火 相信这个真相早晚会被披露出来 其实呢 我们从近期的这个中英之间 他们的反应上或许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就在前不久 中共的副董事胡春华取消了 与英国财政大臣韩蒙德的会补 英国《太阳报》消息说 说这是在抗议英国国防大臣威廉森 派见巡逸太平洋的一个言论 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 英国用针对中共的严厉言辞在讨好美国 对西方国家做了不好的示范 他说英国人需要反思 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大家看胡锡进的这个评论 可谓是寒沙摄影 颇有纸丧骂怀的那种意味 就在中共的这番动作之后 我们看到英方对华为的态度变了 有意思吧 另外 亚洲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合计 大家知道他在英国有众多基建项目 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单一的海外投资者 长江合计在英国 握有一家知名的移动通讯商 叫3UK 这家公司去年宣布 他们要投入20亿英镑来发展5G网络 他的重要设备商之一 其中就有华为 另外还值得提醒一点 李嘉诚和任正非之间 他们交情赌后 经常有商务合作 那在任正非和华为被国际社会 人人喊打的这个时候 李嘉诚有没有可能运用他的这些影响力 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呢 当然我们只是好奇啊 态度变化的还不仅是英国 新西兰的总理阿德恩口风也变了 18号他说并没有排除华为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 他说没有最终确定 19号德国也表示 德国仍然同意华为参与5G的竞标 只不过是需要内阁和国会的正式批准 我们看到德国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变化 背后是不是有中共的施压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的确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出现 大家知道前不久啊 一架从新西兰飞往上海的班机 被临时的拒绝入境 不得不折返回国 中兴之间筹办多年的一项旅游推广活动 突然间也被中方给取消了 另外阿德恩的访华时间表一直都确定不了 国际问题专家唐浩分析 从一些国家对华为的这个态度转变 以及中共对各国的种种举措就不难看出 华为和中共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可能意味着孟晚舟的手里 很可能握有极度重要的资讯 所以中共才不惜得罪国际社会 不计代价帮助华为争夺孟晚舟 唐浩指出 中共的惯常争斗手法就是 先高调强势打压 如果效果不理想就低调的转入地下 暗中是以威逼利用 他说此时的美国态度非常关键 不仅在影响着盟友 也对自身的国家安全会有深远影响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 任正非的这个前后变化 就是中共党员的一个特质 一会可怜巴巴 一会是凶相毕露 这对国际社会应该就是一个启发 不要忘记 华为在国内的角色 它是中共镇压民众的工具 他提醒不要忘记 华为的金顿工程 天网工程 从新疆西藏到全国各地 从中国大陆到国际社会 华为已经像魔鬼一样 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陈破空提醒 如果国际社会对华为判断失误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当年英国 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绥靖后果 他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 如果放松对华为的警惕 有可能因为短期利益 而损害长期利益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